2003年10月15号 杨立伟搭乘神舟五号一飞冲天 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源 神舟五号的首次载人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一个里程碑 这也意味着中国掌握了载人天地往返技术 载人航天从92年立项以来 那个时候就计划了三步走 实际上我飞行那会儿就是我们的整个任务的第一步 突破天地往返那个技术 我记得第一次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特别是第一次进入太空 从这种高度去俯瞰我们美丽家园的时候 那一刻我觉得确实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骄傲和自豪 是无法用语言去描绘的 2005年10月12号 中国人进军太空又一次开启了伟大出征 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费俊龙 溺海胜 圆满完成五天的飞行任务 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多人多天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 2008年9月25号 航天员宅志刚 刘波铭和景海鹏 搭乘神舟七号飞船飞向太空 航天员宅志刚完成出舱活动 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 2012年6月16号 神舟九号飞船发射升空 航天员景海鹏 刘旺 刘旺 刘洋 踏上太空征程 6月24号这一天 刘旺驾驶神舟九号飞船 以用时不到7分钟误差18毫米的中国精度 与天空一号完成首次手控交汇对接 向建设空间站迈出关键一步 我们通过神舟八号 神舟九号 我们完成了无人的和有人的 自主的和人工控制的交汇对接技术 所以神舟九号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宣布 我们已经完成了交汇对接技术的验证 2013年6月11号 神舟十号踏上征程 此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第一次应用性飞行 航天员聂海盛 张小光和王亚平 在15天的载轨飞行中 完成了交汇对接 进行了首次太空受贺 开展了近40项科学试验 2016年10月17号 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 是中国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景海鹏和陈东 完成了33天的飞行 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飞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